迪士尼跟苹果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微妙呢 大家好 我是苹果爹 那今天影片我们要来讲什么呢 就是迪士尼 Plus 终于在台湾正式上线了 那如果你们是常看我影片的人 应该知道我先前就已经有用这个服务一阵子了 那我是满推荐给大家 可是今天总理是要讲 为什么苹果跟迪士尼的关系是那么的接近呢 那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 就是其实在非常多迪士尼 尤其是在 Pixar 皮克斯的电影里面 有非常多苹果相关的东西置入在影片里面 那这个原因倒是为什么呢 那我今天也会分享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关于迪士尼呢 我自己应该算是迪士尼粉吧 跟身边很多人比起来 算是满深度的迪士尼粉 可是如果跟真的那种很疯狂的粉比起来 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等级 那当初因为在美国住的地方的关系 离迪士尼乐园非常近 那本身做的也是相关行业 所以当初我们就有买那种周明专属的年票 就代表你这一年内什么时间 想要什么时候去随时都可以去 那当然本身也因为有小孩 所以我们通常就非常常去迪士尼乐园 那在乐园里面的每个设施 每个角色 公主 我都有跟他们合照过的经验 但排除这个乐园什么的体验 我觉得如果你深刻去了解迪士尼 它在美国文化里面的重要性的话 然后现在看到迪士尼这个品牌不断的成长 有皮克斯 有星际大战 然后有漫威各种不一样的大型IP 都加入迪士尼的大家庭之中 也让越来越多人了解迪士尼这个品牌 或是了解迪士尼的历史 那我们今天就是主要还是要来讲 迪士尼跟苹果的关系 那还有几个我自己觉得 在迪士尼皮克斯电影里面 几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苹果彩蛋了 那当然我不会讲到全部 我就讲到几个我比较喜欢的 那你们如果有其他的 你们想到的苹果彩蛋啊 在这些电影里面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最后我们也会讲到 为什么苹果跟迪士尼的关系 是这么的密切 好 那第一个就是Coco 那台湾叫做柯哥总动员 那他们有一幕就是 如果你记得这部电影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男孩啊 然后他在寻找他的祖先 然后他因为一些因缘机会 跑到了灵界去 在那个文化里面 如果说你有死去的亲人 那如果你家里有把他供奉起来的话 就代表在这一年的这段时间 你在灵界的亲人可以回来看你 那里面就有一幕 这个小男孩不小心跑到了灵界之后呢 然后在灵界他们有这种 户口审查的地方 就是要审查你这个幽灵 可不可以回到人界 那在里面其中一段呢 你就看到他们使用的电脑 就是苹果很久以前的电脑 那这个应该是苹果第一台 叫做Macintosh 128K 的电脑 那这个当然也是非常非常久远 那我本身是没有用过 那么的旧的苹果电脑 那如果你们有用过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那第二个呢 我要分享的就是在灵魂急转弯 这算是一个比较新一部的电影 那他们里面呢 就有一些角色叫做灵魂引导员 他们叫做Terry还有Jerry嘛 那我就尽量不要讲特御剧情啦 那反正这个灵魂引导员 角色的设计的处形 其实就跟苹果MacOS里面 Finder的那个图示 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当然这个图示也不是完全 只是苹果发想创造出来的 这个也是依照知名画家 毕卡索的一种画风所创造出来的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灵魂引导员里面的这个样子 就跟MacOS Finder的logo就是一模一样 那再第三个呢 就是在怪兽电力公司里面 那里面其中就是有一幕 Mike Wazowski 他收到了一箱他登上封面的杂志 那你可以看到他从那个箱子拿出一本杂志 然后那个杂志后面的广告就是一个苹果电脑的广告 那当初苹果电脑广告 他们有一个slogan嘛 一个标语叫做Think Different 那在电影里面呢 他们就把它改成Scare Different 然后在这个杂志后面广告上面的电脑图示 也很像苹果以前的旧电脑 那下一个呢就是脑筋急转弯 那在里面呢 如果你有看到他爸爸使用的手机的话 你就看到他跟苹果手机非常类似 虽然手机后面的形状不太一样 可是你在他接电话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接电话的那个界面 就像苹果以前iOS里面的界面 那现在这个界面其实在现在的苹果 已经看起来不太一样 可是如果你是比较早期有用iPhone的人 你应该看到那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那最后一个呢 也是我觉得在里面 最多苹果元素在里面的其中一个电影 那这个电影就叫做瓦力 窩里 那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最多个人知道 因为它这些苹果彩蛋埋得太明显了 那首先呢就是里面其中一个角色 叫做EVE 就是白色的那个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你应该看到它的外形 就可以感觉出来 它跟苹果当年的这个设计风格非常的接近 那其实这个角色呢 就是苹果当年的御用设计师 Johnny I所共同参与设计的 那他就是当初设计最知名的那些iMac iPad 然后甚至到后来的iPhone 都是他创造出来的 那据说呢 甚至到现在的M1的iMac也是他设计的 那这样你对比一下 应该满明显的这个就是他设计风格 那当初这个电影的导演叫做Andrew Stanton 那他在2005年的时候 构想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把它想成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产品 那既然是很高科技的产品呢 他就想到苹果的产品 那在2005年的时候 当年苹果最出名的产品就是iPad 那于是讲到这边呢 就会讲到一点为什么 迪士尼跟苹果的关系那么密切 因为当初皮克斯是Pixar的老板 就是苹果的CEO 还有共同创办人Steve Jobs 所以呢当初这个导演 就拨了一通电话给Steve Jobs 希望他可以帮忙参与这个角色的设计 于是呢Jobs就派Johnny I到皮克斯的总部 去帮助导演发想跟设计这个角色 那据这个导演的说法 当初Johnny I一早就是开车到他们公司 然后一整天就是参与他们发想这个角色 那其实呢他并没有真的着手去画出来 他比较多是跟他们分享说 他脑里面想像说 如果这个是一个高科技的机器人 那应该会有一些什么功能在里面 然后他的外形可能会是偏向什么样子 然后依他的说法 当初Johnny I在那边算是非常的安静 应该就是说等他们说到他想要的点的时候 他才会点头说对应该是这样 或者说有讲到什么他不喜欢的 他才会说你不要这样做 那当然除了Yve本身之外呢 在这个片里面也是充满非常非常多 苹果的彩蛋在里面 那首先呢瓦力在充满电开机的声音 就是当年Mac开机的声音 那中间有一段时间Mac把这个开机的声音拿掉 可是现在终于又加回来了 那这个声音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在里面还有一段 就是瓦力他很喜欢看一个片 叫做Holo Dolly 的跳舞影片 关于那个片段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他也是从一台iPod Video里面 说投影放出来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多苹果的元素在里面 那其实为什么苹果跟迪士尼的关系会那么接近 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Steve Jobs 当年投资了Pixar这间动画公司嘛 那据说一开始他是以比较小金额的方式去投资 那到后来他发现他里面有很多 可以去改进他的地方之后 他投资越来越多钱的时候 他发现他要真的参与经营 才可以让这些公司经营的越来越好 所以他其实在Pixar 并不单纯只是一个老板或只是一个投资者里面 他其实有真正参与他的经营 那一直到后来呢 迪士尼决定买下这家公司的时候 其实也是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当初新上任的迪士尼CEO 也跟Steve Jobs 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让他们互相获取信任之后呢 他们共同觉得说 如果迪士尼跟Pixar可以结合在一起 对两家公司的未来都会是最好的 那也因为这个结合呢 让Steve Jobs 成为迪士尼最大的个人股东 那同时呢也进入了他的董事会 那当初迪士尼的CEO非常尊敬Steve Jobs 所以在非常多的重大决定里面 都会询问Steve Jobs 的意见 那甚至在迪士尼里面有非常多重大的决定 跟收购案也都是因为有Steve Jobs 的参与跟助力 才能让这些收购案这么顺利的达成 那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迪士尼买下漫威嘛 好啦那今天这支影片就是 我本来就想拍很久啦 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迪士尼啊 也很喜欢苹果的东西 然后每次在迪士尼跟Pixar电影里面 看到苹果相关产品的彩蛋之后 心里都会还满兴奋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那其实还有非常多啊 像是在Cars 在Toy Stories 他们都有非常多不同的电影 里面还是埋着非常多苹果的彩蛋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知道想分享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OK 好那现在迪士尼Plus 也正是在台湾上线的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是迪士尼迷啊 或者是Pixar迷的话 如果你也是很喜欢找这些苹果彩蛋的话 现在你也开始去里面找 就可以一直重看一直重播 然后一直按暂停去找到里面所有的彩蛋 OK 好那今天就是大致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迪士尼Pixar 跟苹果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 OK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影片的话 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 我们下期视频见啰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